早餐店 蛋餅在肩台上滋滋作響 整間早餐店內充滿香氣 店員一早就忙不停 巴黎奧運賽事結束 台灣奪得兩金五銅 除了奧運選手 還有很多的運動員 為了實現夢想不斷努力 先生 你來三秒了 謝謝 運動員在成名之前 除了每天的運動訓練之外 為了平衡生活開銷 也會選擇到早餐店來兼職 像在我旁邊這位 他除了是名早餐店員 還是名格鬥果手 我們的經費就 比較不會那麼多 我們要自己去 也不會有 補助也比較少 所以經費蠻有限的 所以就也很感謝我 那個我大哥 然後他有讓我來他的早餐店 這邊幫忙工作這樣 談起運動員這一路 陶逸如很有心得 就算是果手比賽 只要沒得名 很現實就是沒有營養補助金 但生活還是得過 開銷支出不會因此減少 到早餐店工作也已經五年 尤其運動員只要一受傷 醫療費支出相當龐大 就是要看大小傷 對 就如果是受得很嚴重的大傷的話 因為必須長期治療下來 那個費用也是很驚人的 還是要斟酌 對有時候就會想說 再忍一下這樣 陶逸如的格鬥之路 早上到早餐店上班 下午訓練 晚上再當教練 這一路不寒苦 因為夢想就在前方 也都要感謝老闆不斷支持 成為他最有力的後盾 他現在是巔峰的時刻 他沒有錢了 家庭沒有 所以到時候就是我們 我們店裡去支助他 這些事情 格鬥國手陶逸如 將在今年十一月代表台灣 參戰泰國亞視五運 綜合格鬥 賽前加緊訓練 不放過任何一個 可以努力的機會 就是希望可以奪下金牌 東森新聞推出 我是王傑林泛宇翔 台北報導